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一身轻 今天的现场为大家传递靠谱知识的 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肿瘤内科石瑞川医生 欢迎石老师 欢迎石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健康女主播是金航 大家好 我是金航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和我们互动 今天我们在网络段让大家服务的是你的大营营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你的大营营啊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联系哦 桌上一盘拍黄瓜 那是独属于夏天的仪式感呢 但就是因为这一盘拍黄瓜 最近呢 多家餐馆都被罚了 拍黄瓜如此家常的一道菜 却令安徽合肥多家餐饮企业 对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罚款5000元 至于原因 则是从业者不具备冷食经营资质 也就是说 不管是做拍黄瓜 还是放木耳 放花菜 饭店只要做凉菜 都需要准备单独的 带封条 有冷藏条件的得家 更要准备单独的菜板和刀具 否则这凉菜就卖不得 被罚的多家餐馆 就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少人都觉得这要求点不可思议吧 还得给凉菜单独整个窝 您瞅不准了啊 这个呢 是对餐饮企业的规定 不是您自己家 这餐饮企业开门营业 服务的人更多 更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那要求指定得更严格啊 其实凉菜呀 咱还是以这个拍黄瓜为例哈 要是存的不好 拍的不对 不光是饭店 就是您自己家做 也有可能成为危险品 别不信啊 看新闻呢 37岁的钱先生 是江苏扬州人 自打进了夏天 凉菜就成了他家餐桌上的主角 这天中午 他照例做了几个凉菜 没吃了 但冰箱快满了 放不下 他就用防尘罩 把凉菜罩上 放在了餐桌上 可谁知晚上吃完这些凉菜后 钱先生两口子 开始轮番上扑下线 紧急就医后 他俩都被确诊为 大肠杆菌导致的肠胃炎 广东公馆44岁的吴先生 最近媳妇出差了 他不太会做 就每顿拌点凉菜 这天早上 吴先生发现 昨天吃剩下的凉菜 忘放冰箱 闻一闻 没坏就都给吃了 谁知还没到中午 吴先生就晕倒在单位 被同事送到医院 检查后发现 吴先生的肝肾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医生分析 问题就出在隔夜凉菜上 凉菜在长温储存下 滋生了 阅毒甲丹包菌 两位朋友 凉菜没吃了 都没放冰箱 结果再吃了 就都出了问题 凉菜没存对 为啥杀伤力 还可能挺大呀 新闻里边的这位 钱先生和吴先生 都挺老虎的 剩凉菜 就和长温下放的 那能行吗 钱先生 两口子 吃出毛病来了吧 肠胃炎啊 吴先生 肝肾都受损了 你就说这样的事 算新鲜事吗 这样的事 其实在夏天 是非常常见的 尤其是在急诊科 能接触到很多 这种急性肠胃炎的患者 那前面 第一个病例呢 其实是一个 非常常见的病例 那么这个患者呢 他整个症状比较轻 但是在一些 极端的病例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的患者病情比较重 可能肝肾 重要的脏器都会受雷 虽然没放冰箱啊 但是呢 这个新闻中的 钱先生和吴先生啊 都把这个菜呢 用防尘罩给罩上了 这咱小时候 家家户户都这么干啊 这怎么罩上了 也是不防止 这个细菌的滋生吗 对啊 这个钱先生两口子 他们这个肠胃炎 是因为大肠杆菌引起的 那让吴先生 肝肾受损的呢 是掖毒甲丹包菌 其实我们可以 很容易地理解 为什么照了防尘罩 还会有细菌呢 是因为细菌 它并不是外来的 这样一份做过的菜 在这个夏天 这种高温的情况下 以及时间的发酵下 其实它变成了一个细菌的 非常好的培养的环境 所以不是说 我加了防尘罩 这个菜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凉菜 从我们实际 生活经验上来看 在吃这个凉菜的时候 第二遍往往都不会加热 肯定不会加热 凉菜凉菜 我第八位轮食 我也不能给它加热一遍呢 所以说细菌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 繁殖的情况下 凉菜第二度 我们又不会加热 或者是简单地加热之后 又没有热透 所以这些细菌 无法做到完全地消灭掉 所以我们在放置了 一段时间之后 再吃这道凉菜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 大量的细菌繁殖了 所以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钱先生和吴先生 这两家 都是遭遇了细菌的侵袭 这个细菌和细菌不一样的 大肠杆菌 我们经常会听说 对吧 但是噎毒甲丹包菌 这个好像就说起来 都很拗口 他没怎么听过 他俩杀伤力明显不一样 一般吃坏肚子 是大肠杆菌居多 就会让人上吐下泻 那这个噎毒甲丹包菌 怎么还能伤肝伤肾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因为不同的细菌 它的来源不一样 它所造成的一些后果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第一个病例当中 我们见到的 它只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 消化道的反应 上吐啊 下泻 这样的反应 那么这样的往往 是由于大肠杆菌引起的 大肠杆菌 它往往定制 在我们的肠道菌群中 从婴幼儿出生下来 它就会随母乳 进入到我们肠道 伴随我们一生 但是我们见到的 急性肠杆菌 往往这样的大肠杆菌 都是外来的 致病性的大肠杆菌 那么它会在我的肠道 大量的繁殖之后 引起了一个 上吐下泻的表现 而第二个病例 它这样比较严重的反应 是因为它完全是 另外一种病菌 引起的这个 比较严重的反应 它们是不一样的 细菌引起的 所以是不一样的结果 这里我们也可以 简单介绍一下 阅毒甲蛋猫菌 阅毒甲蛋猫菌 最常见的 我们东北 比较有特色的美食 就是有酸汤子 还有老百姓 经常泡的木耳 泡的银耳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是我们互动群朋友 也是想起来了 就是说之前有新闻 说黑龙江有人 就吃酸汤子中毒了 还有人因为木耳 泡发的比较久 也中毒了 好像都是因为 这个噎毒甲蛋猫菌 是吧 是的 没错 我们单纯来讲 这个噎毒甲蛋猫菌 它本身不会引起 这样严重的后果 只是因为 这种特殊的细菌 它所分泌的一种物质 叫米酵菌 这个米酵菌素 它会引起 各种不良的后果 比如说会损伤肾脏 损伤肝脏 损伤心脏 等等损害 噎毒甲蛋猫菌 它所引起的一些 主要的临床表现 比如说有上吐 下泻 乏力 更严重的 可能会出现休克 神志不清等等 可能会损伤到肝脏 引起肝衰竭 以及各种各样的出血 那么杀伤力 是远大于大肠杆菌的 我记得之前那个新闻 真的是全网的 热搜引起的轰动 尤其是北方的伙伴 听完之后 都是觉得 有点后背发凉 因为他们全家 一共应该是九口人 然后吃完了 在冰箱的冻箱里面 放了那有一年的 一个酸汤子的块 一个面团 拿出来缓完之后 然后又重新再吃了 当时对这个事记忆特别深刻 因为网上最开始出的声音 比如说什么 盐的中毒 是不是肠胃炎拉脱了 什么样的声音都有 所以最后 有权威的部门出来了 说是有液毒甲氮胞菌 包括吃木耳 因为木耳 跟我们的生活很近 木耳泡的时间长了 也有液毒甲氮胞菌 米酵菌酸 让大家伙真的很害怕 那液毒甲氮胞菌 是不是只有在酸汤子里面 和木耳里面 这两个跟我们生活相近的 食物里才有 吴先生的凉拌菜 里面是不是有木耳啊 因为当时这个新闻的全文 没有阐述的非常清楚 但是液毒甲氮胞菌 它最常见的有木耳 银耳 以及包含淀粉类的食品 所以我们猜测 也许吴先生 他吃的这份凉菜当中 可能含有木耳 或者是其他 含有淀粉类的食物 我看新闻里的吴先生 特意去闻了闻 没有什么异味啊 那么液毒甲氮菌 其实它本身是无色无味的 所以我们单纯从嗅觉上来判断 它有没有变质 这个并不是十分准确的 看来这个吃剩的凉菜 加上常温处放啊 简直就是妥妥的危险升级啊 但是呢 放冰箱啊 也不那么靠谱 冰箱呢 也不是保险箱 凉菜吃不完 即使放冰箱 也不能超过多长时间呢 老师 其实我们是建议凉菜 如果实在没有第一顿吃了的话 我们放进冰箱 尽量在当天都吃完 尽量不要放到第二天再使用 凉菜吃不了的话 尽量别拖太久 我不能长文存放 一定记住啊 做凉菜是有个细节 大家伙虽然知道 就是不重视 到底是什么细节呢 我们从这两位朋友的描述里面 找一找答案 对别人来说呀 雪糕冰激凌 是夏天的仪式感 对我来说 蒜味的西瓜 才是夏天的仪式感 我妈总拿着切完 蒜的刀啊 给我切西瓜 当然了 那刀切蒜之前 她还切了菜 而且切西瓜的菜碗 和切菜的一起用 我在闺蜜家 吃到了鱼腥味的海米瓜 没错 就是那个刀啊 刚切完鱼 拿水一冲 又给我切的海米瓜 我说切生肉的刀 不能切水果 她说都拿水冲过了 最近广东佛山 106岁的男孩 在幼儿园体检时 查出了肝宫转胺霉 身高近20倍 父母赶紧带孩子 去了医院 检查后发现 孩子的干吸虫结果 竟然显示阳性 经过询问后 孩子父母说 家里不管是做肉 还是菜 都是同一套菜板 和菜刀 大概每半年到一年 才会彻底清洗一次 医生说 男孩之所以患上 干吸虫病 很可能与菜刀菜板 长期生熟混用有关 索性就是及时 男孩的肝功能 并没有出现损伤 哎呀 你看见没有 我想很多朋友 现在都有数了 菜板不分生熟 不分生熟的菜板 为什么这么危险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 咱们请石老师 好好帮我们说一说 其中的危险程度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干吸虫病到底是什么毛病啊 它危不危险呢 连起肝脏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切完生肉的刀和菜板 用水控一重行不行啊 两斤生烟虾下入 急性肝衰竭 经历了一个中转站 就是雾巴 雾巴可自愈啊 小陈怎么这么快 就发展到肝衰竭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您可以通过关注 我们健康一身轻的 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好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院 肿瘤内科 石瑞川医生 欢迎石老师 欢迎石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因为家里的菜板和菜刀 长期的生熟部分 广东佛山六岁男孩 染上了肝西虫病 您遇到过这种病例吗 我在实际临床工作中 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例 但是从新闻报道上来说 这样的病例往往更常见于 广州 广东 广西这样的地区 还有包括云南 大理地区 就是因为这样的地区 它们往往是临近内户 内陆户 它们这样的病例发生的 通常是因为使用了淡水浴 那这个肝西虫病 到底是什么毛病啊 它危不危险呢 肝西虫病呢 它是一种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这个寄生虫呢 往往是它寄生在了淡水的鱼 虾 裸体内 当我们生食了这部分淡水鱼虾之后 这个幼虫就进入到我们体内 在肠道进行繁殖 然后在我们的肝脏进行的定值 这个寄生虫 它本身就会引起肝脏 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比如说肝脓肿 比如说胆道感染 都可能会出现 肝西虫啊 虽然说大多是寄存于淡水鱼上面 但是我觉得这生肉上面应该也有这种寄生虫吧 对 没错 我们看到的生羊肉 生牛肉 都可能会有掏虫 宫型虫这类的寄生虫 寄生虫其实有很多种 我们互动群一位叫笑哈哈的朋友提问了 他说那我欠完生肉的刀和菜板 用水冲一冲行不行啊 还是每一次都得高温消毒啥的呀 这个肝西虫该怎么杀灭呢 单纯用水来冲洗这个菜板菜刀 这个是肯定是不可行的 绝大部分寄生虫类的病原体呢 可以用100摄氏度的水进行杀灭 我们还是建议 对于这样的菜板菜刀进行开水消毒 那么同样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大家家里都会养一些小宠物 我们不要用生鱼的鳞片呢 塞呀 喂食我们家里的这样的小宠物 因为小宠物也可能会被寄生虫感染 大伙可记住啊 无论是菜刀还是这个菜板 咱们一定要生虫分开 这样的才最保靠 另外呢 互动群有位朋友呢 给咱们发来了一张 他们家菜板的照片 就是虽然呢 不是混用 但是还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这个菜板啊 缝隙都发黑了 自家老妈节省惯了 不舍得扔 那这么用是不是对身体也特别不好啊 陈旧的发霉的菜板 其实是对家里人的健康 是非常不友好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菜板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之后 会存在缝隙呀 沟壑 这里边是一个细菌滋生 非常好的条件 那么大量的细菌滋生 对于我们的健康是不利的 不少朋友喜欢吃炉煮 师傅呢 就是从锅里捞出来啊 在墩子上改刀 断一份呢 随手就把这个菜刀啊 关木墩子上 这习惯是不是也非常的危险呢 对 您说的这个呢 其实是热菜改刀 但实际上热菜并不是无菌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时间呢 温度啊 都是细菌繁殖的 非常有利的条件 那么对于这样的菜板 我们是建议最好能有条件 每周消毒一次 比如说用热水来煮 煮15分钟以上 或者是如果菜板不适合煮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热水和洗液精清洁之后 放在阳光下爆散 同样我们也建议家里常用的菜板 最好一到两年就更换成新的菜板 咱们说的凉菜啊 你要拍黄 如果拍不对 拍不好的话 存不好的话 都可能引发你的这个健康问题 另外我们的菜板 生熟要分开之外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定期更换 那个东西是损耗品 不能是当着祖传的 加传宝能传给好几辈的啊 那个不行啊 说完了凉菜吃不对引起的风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爆火的川西风美食 嗯 好吃 人家吃肉类的果冻呀 看着白白花花细细嫩嫩的肉 夏天吃生烟感觉特别清爽 对 要问最近啥最火呀 那必须是生烟海鲜了 香脆可口的海苔片 包上喷香软嫩的米饭 再放上一个鲜嫩的生烟虾 岂不是妙在 不少朋友啊 即使面临着寄生虫的风险 也管不住肚子里的蝉虫 对生海鲜的面向 那还是算不了 我真的知道吃生是不好 尤其是生海鲜 但我真的好这口啊 所以寄生虫的啥字 阻拦力度不够 晚上睡不着 我就爱刷短视频 看吃播大口大口的 吃生虾生鱼片 还有各种蟹 给我馋的呀 他们赶紧就吃一个 我从小海边长大 对海鲜呢 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爸他们就在 石头缝撬生蚝 坐在石头上就吃 或者新大牢上的海鲜 简单腌一下入味 绝了 这么多年也没见有啥事啊 27岁的小陈是浙江人 这一天他上网时 被首页推送的生烟虾 吸引出了目光 几个吃播视频看下来 小陈彻底被种草 当天晚上就买了两斤虾 都做成了生烟虾 小陈一口气全吃光了 可第二天一早 小陈突然感觉浑身无力 胃口欠佳 眼白也泛黄 皮肤变成了辣黄色 到医院就诊后发现 小陈肝功能受损 是物肝病毒感染 引起的急性肝衰竭 最亏过手 正是前一天刚吃完的生烟虾 经过抢救 小陈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 两斤生烟虾下肚 你看看现在 急性肝衰竭 这是怎么回事 从吃生海鲜 再到发展成肝衰竭 其实小陈他经历了 一个中转战 就是物肝 那么物肝最常见的是 通过粪口突经传播 简单来说 就是在不节饮食之后 可能会感染一个物肝 可是刚才也有网友说了 小的时候 爸爸他们就在石头缝撬生蚝 坐石头上就吃 或者新打捞上来的海鲜 简单腌一下入入味 绝了 这么多年了 也没见得有什么事 那个时候网络并不发达 这位网友的爸爸 他生吃了海鲜 没有出什么问题 不代表别人 同样也不会出现问题 其实物肝是一个 感染率非常高的 常见的疾病 虽然说物肝能吃出来 但是说物肝 是不是能自愈 小陈怎么这么快 就发展到肝衰竭 那么一个简单的物肝 可以马上发展成肝衰竭吗 并不是很常见 物肝其实是一种 自现性的疾病 大部分患者 在感染了物肝之后 他都会通过 自己的代谢能力自愈 但是也往往 伴随着一些 基础肝病的患者 他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严重的后果 可能会出现 黄胆啊 乏力啊 肝衰竭 这样的结局 主治医生表示 因为小陈 有脂肪肝 这次的物肝病毒 让原本处于 亚健康状态的肝脏 血上加霜 导致了急性衰竭 现在社会面上 感染率比较高的 乙肝 甲肝 饼肝 以及包括 自身免疫性的肝病 往往合并的 这样基础疾病的患者 在感染了一个物肝之后 可能会肝衰竭 那么同样对于 孕妇来讲 物肝的感染 也是比较危险的 孕妇感染了物肝之后 也可能出现 胎庭死胎 等严重的情况